我們來看要對照一下 好 同學很失望嗎?沒有辦法發託罪嗎? 要發 他不發,你不發 蛤? 要發,不發 好 你跟妳講一下自己託請聽對不對 蛤?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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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想說讓那個這個禮拜來了這麼多人 像個禮拜不夠回事 很輕輕很重 好 再來是銀行對賬站的 好,他告訴妳四月底的 看看喔,要不要四月底的 好 呃 好 他告訴妳說呢 銀行對賬單五月存入80878 好 好 然後再來呢 他只告訴妳呢 四月底的債徒存款有三千五 或者是未公信市票有六八七二 好 他就告訴妳銀行對賬單五月五月出的金額 好,那五月底的這個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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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這是前面告訴妳說呢 四月 五月底呢 銀行對賬單那一個 好 這是上面給妳的資料 那這裡告訴妳銀行對賬單的 四月份的再圖存款 好 再圖存款 四月份還有五月份的 四月份到處有三千五 好 如果你對於簡單存款 簡單銀行調節表 還有一點印象的話 再圖存款 未兌現支票就是要調整銀行的部分 好 然後呢 我的未兌現支票 四月份、五月份 好 四月份呢 告訴妳說 我有未兌現支票是六八 六八七二 好 那因為她沒有告訴妳說呢 我的四月份 銀行對賬單上面 銀行的存款月有哪些錯誤 只有這兩個時間差所產生 跟賬上不一樣的 所以我的正確金額是 55098 合計數 因為她從我的資料裡面 好 正確的金額是55098 那銀行跟公司 賬上不一樣的地方 唯一只有兩個是嗎 因為時間差所產生的 一個是什麼 再圖存款 一個是未兌現支票 所以呢 我就可以推得出來 第四月底 銀行對賬單的金額 所以55098 加上 6872 減掉3500 所以我的對賬單 所以我四月份的對賬單的金額 雖然題目上面沒有告訴我 但是我從她給我的交配推出來 所以四月份的存款 看他們其他顏色的事情 只有黑色 所以這個金額是我推出來的 我怎麼推 因為從她的資料告訴我 我只知道公司帳上跟銀行對賬單的 有不一樣在四月底就有兩個原因 好兩個原因呢 就是銀行有未兌現支票跟債徒存款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把這兩個數字調整上去之後 就知道四月底銀行對賬單的餘額是這裡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例子裡面 我還要推出這個數字 因為我不知道銀行 我這個 幫我這個 這個月幫我支出的金額有多少 好 所以呢 我要去 期出的金額是 58 470 加上當月存入的 80878 減掉我的五月支出 要等到五月底的餘額 可是我現在不知道五月的支出是多少 我知道五月底的餘額 所以我可以推算回去 所以我的五月支出9897 好 這個數字也是什麼 我推算出來的 好 從我的期出金額加上本月存入 減掉我本月支出就得到五月底的餘額 所以我現在 雖然我不知道五月底的支出有多少 但是我知道它的五月底的餘額 所以可以推回去我的五月的支出的9893 好 因為我要先有這些數字 我才能夠往下算 好 所以這樣的道理呢 待會我們繼續做那個公式的好了 好 好 哪個數字 推算出來的 這個 加這個 減這個 等於這個 印象過來一下 好 所以我現在打一個 我反而現在要找一個不同顏色的筆來寫 但是 因為只有多黑色 所以我打一個小勾勾 這是我算出來的 四月底的 銀行對賬這個也怎麼算 從它的正確金額去推算出來 因為這個數字也推算出來 推算出這個數字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呢 這是四月份的資料 我們做完了 好 五月份的核技術的金額出來 我們開始 把五月份要做的調整 調整上去 四月份的再塗存款 是不是五月份要存進去 但是在公司上面 這是四月份的 所以它不會算在五月份的存款 存入裡面 好 所以四月份的存款呢 是不是在五月一號存進去 所以在銀行來講 它算是五月份的存入 但是公司來講 這是四月底的事情嗎 好 所以我要從銀行裡面把它扣掉 這不是五月份存入了 五月份有的再塗存款 我要把它加進來 因為公司呢 算在五月份的存入了 所以五月份的再塗存款 所以五月份的再塗存款 有三八六五 好 所以我的存入裡面 要把四月份的扣掉 因為在公司帳上已經算是四月份的 而事實上 時間上來講 它也是算四月份的 好 那五月份的再塗存款 公司已經算是存進來了 那銀行還沒有收到 可是事實上也是五月份要算存進來 所以我要加上去 好 再來看一下未兌現支票的部分 好 未兌現支票它上面沒有告訴你其他的 我們就要假設四月份的未兌現支票 在五月份兌現了 在五月份兌現的時候 銀行呢 因為在五月份兌現 所以算在五月份的支出 但是就公司來講 這是四月份的支出了 所以呢 我不能在銀行存款裡面 要把四月份的未兌現支票扣掉 因為它在五月份兌現了 那五月份的未兌現支票 公司已經在我們上 當作支出扣掉了 但是銀行還沒有來得及 也不是還沒有來得及 是存款還沒有來得及 拿到銀行去請求兌現 但是也要算在五月份的支出 所以五月份的未兌現支票 我們要當作我的支出增加 好 再來有一個錯誤 銀行也有個錯誤 他把其他公司開的支票 從我們公司裡 對不起喔 這裡 這個因為是五月底的余額 這兩個都沒有調整進來 所以我要加上去 所以這邊要加3860 好 余額裡我們要扣掉5607 好 這是五月份的贊助準牌 未兌現支票 所以要從一月裡頭去調節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很像什麼 很像我們簡單調節表的結果 那五月份呢 銀行有個錯誤 把其他銀行開出去的支票3985 當作是這家公司叫什麼 永元公司 可是不是啊 所以他已經從我們的支出 當作支出裡頭 不是公司的支出 就要加進來3985 所以我的支出沒有這麼多 這個397 本937裡面 不應該有這個支出的 因為這不是公司開的 所以這個支出的進行要減少 那這個沒有發現這個支出 表示我的余額要增加3985 好 這是公司 這是對銀行的部分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四個欄位 合計起來的金額 那我們在做公司的時候 這個公司做下來四個欄位 合計出來的金額要跟他一樣 才是對的 好 如果不一樣就表示有問題了 80878 減3500 減3500 加3860 所以我的余額是81238 所以我的余額是81238 好 我的支出 98937 減3500 減5600 6800 加上5600 減3500 3500 3500 所以是9500 所以是6500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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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期末 你也可以跟这样子算下来 4041加上3860 减掉5607 加上3985 所以是42649 我们刚刚已经看 从简单调节表 知道正确的余额 好 那你也可以什么 期末的余额 加上本月存入 好 这个5月初的金额 加上本5月份的存入减掉 5月份的支出 也会给你这个金额 好 你也可以将后来 好 说完这个之后 到底对 有没有什么股票的问题发生呢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公司的 好 公司呢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好 公司呢 它4月份发生的金额 它又已经调整完了 所以得到4月份的正确余额 好 所以这个5月初的余额 就不用再动它了 因为它就是正确了 那5月份发生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代收 的再收票据 含令息 好 所以是呢 我的存... 对不起 这边先做一下 这上面一样 我的4月底的余额 加上5月份的存入减掉 5月份的支出 得到5月份的余额 那我这4个数字里头 知道3个数字就可以推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是55098 好 我就倒退回去好了 530509 加上90327 减掉55098 所以得到了65738 好 这个数字 好 再算一次 好 因为是前进错 你后面怎么算都错了 好 减掉90327 好 那没错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先把月初的余额 或者是合计数件算出来 然后再来看一下 5月份呢 要去调整的 5月份有代收15500 好 利息 所以余额要加15500 好 因为应收票据15000收件了 再加上500块的利息收入 然后再来是 前面还有 好 第三点之后我们有一个手续费 好 那我们有个手续费支出 手续费支出呢 我们要把它从我们的帐上调整掉 所以我的支出要加这150块 支出增加 我的余额就会减少 好 再来 还有没有 第三点 第四点 然后第五点 存款不足 存款不足呢 我刚刚也讲了 银行已经从我的账户里头 把钱领出来 那因为我公司不知道 所以我的支出要加这3200 支出增加 所以我的余额要减少3200 好 这是第五点 然后第六点呢是公司的错误 好 公司的错误 错误是我们开了一家 是566的错误 那个支票 但是我继承556 扫记10块钱 所以支出扫记 所以我的支出扫记 就是我这个10块钱的支出 好 合计起来 好 合计 好 看一下 当然第一个 月初的余额是哪一步的 好 因为没有加减 对 555 59 8 我们现在原则上呢 一定要跟他这四个来会都一样 81238 支出 93 687 余额 42649 好 要一样 不一样就表示有问题 好 要一样不一样就表示有问题 好 好 738 加减5500 81238 对了 支出 90 327 加上150 加上3200 加上10块钱 93687也对了 最后 本月 5月底的余额 应该就没错了 30509 加1550 减150 减3200 减10块钱 然后42649 好 这四个来会都一样 这可以叫做散事调节表 或叫做收居调节表 这样看懂吗 所以这个结果呢 是跟1812页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那这个调节表呢 它不是我们正式的对外的报表 它不是 因为呢 我们的四大报表 对外的报表就是四个 综合属于表 资产负债表 现金票表 有东西应应电动表 或者是保留应应电动表 就四个报表 我要讲这个意思是什么 银行调节表 它没有一定的格式 我一定要怎么样 我要先写公司账 还是先写银行对账单 我要先写 未兑金支票 再写再图存款 都可以 所以我们重点只要是什么 只要知道这四个来问 多快的结果是一样的 这个私然式调节表 在审计学是查账的 现金的工作地方之一 当会计是要去查合一家公司 他的现金 公司账单的现金跟银行之外 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舞弊的问题 他就是边 私然式调节表来检查 这边在哪里 边在还有工作地方 所以这个呢 跟我们的什么 跟我们在边四算表一样 四算表是正式的报表吗 不是 这公司自己在检查 我的账务有没有处理 错误用的 对 私然式调节表 银行调节表 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报表 所以它的格式不是很重要 好 但是私然式调节表 它有它的一个格式的原因 是在于我要知道这四个栏位 从公司账 从银行端 去推出来要多顶 这是不是正式调节表 好 所以请你回去 先把现金的这个部分 把它做练习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是把第五章 先讲完了 有关于现金 下个礼拜再来讲 职收款项的部份 好 那同学希望能够拿到宝券 好 如果没有来的话呢 你就要帮他拿好 你就要帮他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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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下呢 平原分数是57.59 30分好 然后呢 最高分 好 最高分好像都只有八十几分 都因为94分 有九十二分好 最九十分的大概有两位到三位 那好 各位数字的也有三位 好 各位数字的也有三位 九十几分的也有三位 好 所以请大家 拿到考证之后下个礼拜 好 就请你把考试语也拿过来 好 好 刘超名 林品恩 黄慧颜 陛佳 陈家慧 张敏 临汉德 马远辰 监慧哲 材料 胡椒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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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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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月廷 徐文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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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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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静晨 童家卫 赵武文 王万琴 童家卫 徐家卫 庞宇宙 王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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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伟 蔡慧琪 王伯琳 王蔡慧琳 王蔡慧琳 劉宛琪 郝佳琪 郝 iffany 帝 冰伊� 郭 今天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得很好 我算我做的 我試試看 不太閒心了 我試試看 你不太閒心了 我試看 你不太閒心了 我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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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講 那我就想要這個 王善宜 王善宜 王哲余 柔佳宜 吴玉甘,吴玉甘, 吴玉甘, 吴玉甘, 周虹虹, 吴玉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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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Mush of. 챙离 王美 band -對啊他那臉沒打過差點沒打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